大家好,欢迎来到全明星娱乐,我是凯西。 在21点48分就达到12208.8万点赞,可见肖战的影响力有多大。 不得不说,肖战2022年新春之后选择的第一场商务直播,卡的时间还挺好。 每逢佳节胖三斤的吃货们,早就在春节放飞自我的大吃大喝,别说关心口腔健康了。 胖这个问题都要在春节的美食面前抛之脑后。 看完直播后让人一机灵,同样是过节,看看肖战过得越来越水润,这是逆生长吗? 品牌提前预告中已经看到了这次直播的look。 在直播各种近距离拍摄、怼脸、特写,这套紫色西装被肖战演绎得格外灵动。 本身就极具少年感,难以驾驭的撞色系,轻松地被肖战穿出了特色。 显白不说,显得身条格外板症,又要出现小白羊这个词了。 军讯后遗症,难道现在还有吗? 直播全程都在咧嘴笑,感染力太强了。 什么叫名谋好齿,比烟花灿烂? 这笑真的很容易让人相信,用了这款牙刷就get同款牙齿和笑容。 站那儿不用说话,都能带货。 品牌新品发布会直播选的时间也很好,不只为品牌推广了新产品,还顺便喊网友们来关心口腔健康。 肖战虽然不是专业的带货主播,但谁不说去看品牌直播就是冲肖战去的呢? 看了全程直播,发现许多名场面,对肖战来说很平常,对粉丝来说确实精细。 首先,少不了熟悉的自我介绍,讨论区因此滚动起来,主持人不停地从各个角度夸赞肖战,说到念肖战就会笑时,肖战害羞了,他一笑弹幕,疯狂刷屏,直呼帅气。 其次,他的谈吐一如既往,恰到好处,在形容孤一叶的笑容时,他用了自信和从容两个词,谈及对微笑的理解。 他说,微笑是可以把积极的情绪传递出去,让大家感受到这一份美好的力量,把力量传递出去,感染周围的人一起变得积极向上。 在进行专业性知识讨论时,没有被难倒,积极思考与牙刷有关的数据,分析美食运用了不少专业话语。 设计师不愧是设计师,哪怕过了这么久,也没有忘记曾经的专业知识。 除此之外,肖战玩游戏时也比较有趣,最先玩的是看表情猜与笑有关的词语,整体来看非常顺利,因为日常见肖战系列也会更新类似游戏, 所以他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,这完全难不倒他。 有个成语是玩耳一笑,表情分别是玩,耳朵,手指向上和笑脸。 当时他秒猜玩,主持人问他为什么不是锅的时候,他懵了,反应两秒后淡定地说,那很明显是玩,太简单,以至于答案说得笃定,理所应当地认为那一定是玩,毫不犹豫。 在猜谈笑风生时也是秒猜,主持人惊讶地合不拢嘴,而肖战则露出了胜利的笑容,小小的满足感也可以感到快乐。 后来,为了引出新产品,玩起了猜题游戏,主持人给出关键词,肖战猜他们属于哪种美学的概念或者范畴,飞鸟,植物,山脉。 肖战思考几秒钟后给出了答案,大自然,而自然美学也正是产品的设计理念之一,果然设计师还是有两把刷子的。 最后的亮点是肖战的举动和字数。 据他所说,他从小到大早晚都要各刷一遍牙,雷打不动,以前戴过牙套,会特别注意口腔护理,吃完东西后会用冲牙器清理。 以前曝光的是他生活中的大事情,有毅力,有决心,现在听到的是平时看不到的内容,对待小事情毫不含糊,他贯彻了坚持二字。 字数有亮点,举动更值得学习,比如热心地帮主持人撕纸条,回答问题时认真聆听并思考,不会突然打断主持人的思路等。 以前他的粉丝都说他注重细节,有相当一部分人觉得那是夸张的说法,看了直播会发现那不是夸大,而是真实的感叹。 他把礼貌和尊重刻在了骨子里,并没有觉得自己高高在上,反而乐于跟主持人相处。 接下对方抛出的每一个话题,正是因为他的权力配合,才有了后续完整的直播,这点很难得,值得点赞。 半小时观看人数维持在200万左右,点赞破亿,这数据品牌应该乐坏了。 2022年首站开门红,在直播开始前,很多人以为肖战在播王牌部队这部军旅剧的时候, 社交平台上粉丝数不见长,官宣了新剧《梦中的那片海》之后, 有粉丝借合作《女演员之名》表演脱粉,上窜下跳。 再加之作品播出的时候,数据粉频繁被讨论,很多人都以为肖战的粉丝脱粉数量很多。 再加上,马上迎来的就是商务更迭的高峰季,前后跳脱的表演,谁说不是冲着肖战的商务去的呢? 然而,没想到这场没有大肆宣传的直播活动,毕竟当下的冬奥赛事,公众人物都不适合大肆的宣传。 就在这种情况下,直播超200万人在线观看,属实是没有想到,肖战的带货号召力依旧强劲,所谓的依赖数据粉的影响,并不会撼动肖战的商业价值。 当天,肖战工作室更新了一组动态,配文如风容雨间,存如初笑颜,还晒出了肖战多张直播时的动态,引发网友热议。 肖战身穿紫色西服套装,内搭白色衬衣,把优越的身高展现了出来。 当晚肖战的心情看上去不错,全程都面带笑容,宛如一位阳光少年。 当晚肖战还因为穿着紫色西装而登上了热搜,这次肖战为了代言的某品牌而现身直播间。 肖战现身直播间后,礼貌地和主持人打了招呼,并向网友问好,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笑着见面。 不得不说,肖战的身高非常占优势,本人也白道发光,与主持人的对比还是非常明显。 当晚肖战的状态非常不错,介绍起自己代言的产品,说得头头是道。 很显然肖战还是做了不少功课,肖战代言的是电动牙刷,所以在直播间无时无刻都展现出了自信的笑容。 主持人还提到了肖战刚刚播完的王牌部队,肖战表示,故意也是一个非常自信、从容的人。 随后,肖战还在直播间提到平时护理牙齿的小妙招。 肖战称,在私底下对牙齿非常注重,除了用牙线之外,还会用冲牙器。 从肖战的牙齿就能看出,还是非常健康的。 由此可见,肖战平时还是非常注重牙齿的护理。 很多粉丝都在评论区留言,肖战穿什么都好看,紫色的肖战太帅了,身材又好,又帅气的男孩,谁不喜欢呢? 前两天,肖战的新剧《梦中的那片海》官宣了,这次搭档的还是李沁。 与此同时,网上再次传出了肖战和李沁的绯闻。 肖战方面很快就否认了谣言。 近日,网友还拍到肖战下班后的路透照。 当天,肖战身穿黑色棉衣,头戴鸭舌帽,从拍摄现场走了出来。 《梦中那片海》是一部年代剧,肖战是首次出演这类型的题材,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转型。 不过以肖战的演技,应该是没有什么难度,希望肖战拍摄能够顺利。 也期待肖战的《余生请多指教》和《玉谷瑶》早日播出吧。